大家好,我是Summer,这里是北美华人暖通空调频道 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会从工作、生活和省钱小技巧等方面 跟大家一起分享和探讨这个领域的信息 希望为在北美努力生活的华人朋友们 带去些许冬日的暖阳和夏日的清凉 当然,更有生活当中的各种小便利哦 所以,大家赶紧拿起手机,点击点赞、关注、订阅和右下方的小铃铛吧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了 2020年,随着疫情的爆发 整个全球经济都陷入了停滞甚至倒退 大量的企业倒闭,造成了大量的人员失业 可是,如果大家去相关的招聘网站搜索一下 就会发现在水、暖、空调制冷等领域的工作机会并没有受到明显的影响 这是为什么呢? 众所周知,在北美地区,无论是独立屋、连体别墅还是公寓楼 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独立的上下水系统 供暖系统、供热水系统和空调制冷系统 所以,只要有人类居住的需求 那么对于水、暖、空调制冷的服务的需求 就是无限的刚需 这也是为什么我把它称之为永不消逝的职业 或者叫做强烈刚需的职业 咱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做难怕入错行 所以那些还处在职业选择三岔口的朋友们 那些准备对职业做二次规划的朋友们 一定要把这个视频看完 我相信一定会对你有所弊异 好了,下面我们就马上进入今天的主题 三个刚需的职业到底是什么呢? 那每一个工作的主要职责又是什么呢? 看完今天的视频 我想大家应该可以从工作范围的角度了解 哪一个工种更适合自己 今天给大家第一个的推荐职业 叫做plumbers 也就是大家口中常说的水工或者水管工 关于这个职业 我想大家并不陌生 咱们家里的浴室、厨房、洗衣机等等 每天都会有大量的用水 同时会有大量的污水排出 那么与此相关的上下水管道的铺设 和用水设备的安装、维修、维护 自然就属于水工的工作范畴 有没有朋友听到这个地方心里犯嘀咕的 这个工作没有难度 我家平常啊 马桶漏水啦 洗菜盆下面的管子漏水啦 水龙头漏水啦 淋浴头不严啦等等 都是我自己搞定的 这个钱也太好赚了吧 当然我们水工的工作不仅限于这些 相信很多人也有过这样的经历 这水管漏水怎么回事啊 我修了一次又一次还是会有一点漏 这个浴缸冷热水的把手漏水了 要换个新的 我是不是还得把这个墙敲开才行啊 哎呀 天花板上怎么有水字呢 找了半天也没看到哪里有漏水 那么这些问题通常来说 没有专业的水工是很难善后的 当然除此之外 plumbers更多的价值还体现在新屋建造 或者是家里有比较大动静的装修 甚至需要改变室内的房屋结构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想把一个旧式的厨房敲掉 重新做一个现代的厨房 再比如说我们想把我们的地下室 重新装修规划成一个 还有卫生间 还有一个吧台 还有一套洗衣房 甚至有的朋友想再做一个额外厨房等等 那么这些工作当然不是可以随随便便就做的 首先要提出申请 经过许可之后呢 还要找有台照的水工来处理 才合乎规定 那么如此看来啊 水工那么就要做到下面的主要工作内容 你要会堵图纸 会挖钩 会跟其他的施工方协调沟通 要熟悉national code和你所在城市的相关规定等等 所以聊到这里 想必啊已经有人对水工这个工作开始心里打退堂鼓了 听起来这个学起来是相对简单 因为我们熟悉啊 可是这个活儿好像有点辛苦 可能还有点脏 尤其是刚开始的学徒 我记得有一个戏人朋友曾经说过 水工的学徒呢 就是要从学挖钩开始 大部分的新屋施工的第一年的学徒 那么他主要的工作就是挖钩 另外就是有点脏 比如说我们常遇到的要修马桶啊 修下水道的管道等等的 当然了 随着我们个人级别呢 越来越高 做的工作也会相对轻松一些 尤其是拿到执照 有了一定的工作经验之后呢 带几个学徒 那么自己的工作就会相对轻松 至少不用再去挖钩了 那么有的朋友呢 如果觉得我不想做这个行业 有点脏 有点辛苦 没关系 我们还有第二个推荐工作 Gas Featers 那么Gas Featers 也就是大家口中常说的暖气工 其实更准确的来说 应该是天然气工 顾名思义 Gas Featers 就是做与天然气管道和设备的安装 维修 维护相关的工作人员 那么具体来说 都有哪一些呢 我们最容易理解的 就是我们的房子 我们房子里面呢 会有暖气炉 冬天给我们供暖 那么暖气炉的安装 更换 维修 维护保养 这就属于天然气工的工作范畴 除此之外 还有房子里面给我们供热水的热水器 当然是要用天然气做燃料的 第二呢 厨房里做饭用的燃气灶 还有用燃气的壁炉 室外的燃气烧烤炉等等 那么这一系列设备的安装 维修 维护工作都属于暖气工 或者叫天然气工的职业范畴 当然了 还有与此相关的天然气管道的铺设 和检测等工作 那么上面的这些工作呀 看起来以及实施起来 确实比水工要轻松干净一些 尤其是维护和保养 但是这类工作呢 需要特别的仔细 专心和专注 否则在工作当中 如果没有操作好 烧到手 甚至眉毛的 也不是不可能发生的哦 那么在新房建设当中 跟水工是一样的 您也需要跟其他的配套施工方 进行沟通协调 也要学会阅读图纸 测量 定位 检查天然气泄漏和铺设天然气管道等等 同样需要操作人员 必须具有1000%的细致和责任感 那么今天给大家的第三个推荐职业 refrigeration mechanic 或者叫journalment 也就是大家口中常说的制冷工 那么这个工作啊 在我们今天视频里提到的三个工作当中 是最难考到牌照 但也是相对比较稀缺 工资水平比较高的一个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当然不是因为它更脏 也不是因为它更危险 而是因为它更多的服务领域 不是家用空调 而是商业制冷 当然并不是说水工和天然气工 并不做商业的工作 在以后的视频里啊 我还会给大家更加详细的解释 每一个工种的牌照类别 以及烤牌的相关内容 有兴趣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关注和订阅 千万不要错过哦 好 我们再回到我们的制冷工这里 刚才说了 它主要针对的是商业制冷系统 为了让大家有更好的直观感受 我就以我们家老盛的经历为例 那么它在自己下海成立公司之前呢 就职于Honeywell 也就是霍尼威尔萨省的regina的分公司 它是整个萨省两个分公司当中 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个华人 也是Honeywell和霍尼威尔萨省分公司 历史上唯一的一个 拿到公司特殊贡献奖的员工 而且是连续两年哦 很骄傲啊 那么我记得当时啊 在瑞扎纳及其周边的小镇 那么不管大的小的 Clinic Tire Scotiabank RBC 赌场Casino 还有瑞扎纳大学的IBM信息楼 RCMP 还有周边小镇的一些养老院等等的 都是他们的服务对象 那么老盛他主要的工作是做什么呢 当然就是负责这些商业建筑的 屋顶机 三个我认为不容易失业的工种以及他们的主要工作范畴和特点 看完视频的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都可以在下方给我留言一起探讨哦 下一期呢 下一期呢我们会针对这三个工种跟大家聊一聊如何进入这个行业以及未来的收入前景如何 希望对有想法的朋友呢可以有所帮助 如果大家了解这些行业的工资收入或者是期望也可以在留言区留言我们一起探讨 最后请大家不要忘记点赞订阅关注和点击下方的小铃铛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